11月30日上午,据韩媒报道,获得了2021AA软契奖双冠王的金轩虎 由于此前的四生活争议将缺席2021AA颁奖典礼 对此由媒体向金轩虎的经纪公司进行了确认,得到了尚未确定的回应 2021AA颁奖典礼,金轩虎获得了Rate软奖奖和优家偶像Live男演员部门的双冠王 在这样的情况下,金轩虎是否出席颁奖典礼就成为了很多粉丝关注的问题 毕竟如果金轩虎出席了本次的AA颁奖典礼 那么这将是他在四生活争议之后的首次公开露面 虽然目前风波基本已经尘埃落定 但经纪公司依旧抱着谨慎的态度 就是否参加2021AA颁奖典礼问题进行深入讨论 金轩虎在事业急剧上升期因为四生活争议而残丢许多节目与工作 尤其是他从两天一夜下车后,让许多粉丝和观众大叹可惜 然而有粉丝在上周看节目看到一半时 惊见金轩虎现身 其实两天一夜在这期播出的节目中 并没有金轩虎录制的内容 只是金轩虎为电商平台代言的广告 刚好在两天一夜的时段播出 虽然金轩虎不是真的在节目中现身 依然让不少粉丝又惊又喜 许多粉丝纷纷表示真的太感动了 居然是以这样的方式见面 连电视都能看到金轩虎同框实在太幸福了 电视台的做法也获得了不少观众的好评 希望金轩虎能早日回归 继续为粉丝带来好的作品 爱豆韩语社 每日解说最新韩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